哇塞 看看我们家这个雕塑 大鹏 我走过来你不知道吗 干嘛 你看在外面干嘛 这么大太阳 天气好吧 你 你是不是想回家了 没有啊 那你从昨天晚上到现在都心事重重的 没有啊 我什么都心事重重的 有啊 昨晚我大哥叫你出去玩你都不去 没有没有没有 那爸今早上吃早餐你也不去 哎呀 困了嘛没睡醒嘛 嗯 给你有心事 没有 看这个表情就有心事 没有 有 没有没有没有 干嘛 来嘛来嘛 妈给你买西瓜 你不是很喜欢吃西瓜吗 我给你吃西瓜 来来来来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啊到底 我给你切西瓜 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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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好漂亮的 青瓜 不要不要 那那 那你干嘛呢 没事啊 没事 嗯 就你这 英语天晴都挂在脸上的 没事 怎么没事呢 真的没事啊 能有什么事呢 你有事就说事哦 坐坐坐坐坐吧 我没得着你吧 没有 哇这么严肃 哎呀别说话 我来你正式跟你讲 什么事 你别嬉皮笑脸觉得的 嗯 我正式 OK 昨天晚上 我一想了一个晚上 怎么了 就是 你爸妈跟我们收了房子 这个情谊太重了 我们是不能收的 对吧 你看我的历传也有房子 是不是 我们在这边住的很少 他们辛辛苦苦一辈子 挣点钱 存点钱 就给我们买了房子 他们以后老了 他们也老了要用了 我都心不想了 不能给他们添加负担 可是已经买了 哎呀 买什么可以向他退一扎 你在开国际玩笑 不是卖一扎 也行扎 我们不能拿这个房子的 我们历传有房子 虽然说工的 是不是 但是我们不能跟老人家 天赋单单 是不是 他们辛苦一辈子 为了你这个女儿愣 我一来就跟我搞个房子 这是我心里哪过得去啊 他送给我的 送给你的 我们俩在一起也不能一样吗 但是这是他的情谊啊 那天下的父母 都是把所有的爱度无实的 奉献给自己的儿女啊 反正我就觉得到这个 太重了这个理由 但是他们已经弄好了 然后你看那些沙什么都拿上去了 他们一直想给我们一个惊喜 我觉得 那你不能剥夺他对他女儿的爱吧 我觉得 不是一家人 不是一家人 你觉得呢 你不能有心理负担 那我们不能说 只顾我们自己的 就是 我们不能说 我们只顾着我们自己的想法 而去忽略了他们 那他们肯定会觉得 那我们怎么啦 也得要这样 这几天你跟我爸妈相处 哎呀 这个是另外一回事了 我觉得 他都说了 他是 这是他送给他女儿的嫁妆 我觉得 这个不冲突啊 是 我们是回来的比较少 但是他昨天他也说的很清楚啊 我觉得我父母 本来就比较开明 那是吧 他说 年轻人有年轻人的世界 你说回来 你看 比如我们睡了懒觉什么的 那他们你看 你看这几天 年轻人我们做饭什么的 你看爸妈 你看妈昨天出去 跟同事什么的玩一下 马上回来给我们做饭 是不是 那他觉得如果我们 这又静 再上 将来你爸爸妈妈来了 那他们 他们那个年代的人 可以到这里聊啊 可以怎么样 是 所以我就心里那个了 心里有负担了 心里负担中了 我们不需要买这些房子 这些 可是他们已经买了 这是首先第一 他已经买了 是吧 就是昨天 我和你两个妈说的 但是呢 我看他那么高兴 我又不好那个 说出来 让他扫兴 结果没自身 你想想 妈刚刚退休 是吧 他一下退休了 在家里面 他都你看他除了跳舞 什么广场舞 然后他还有什么呢 出去逛逛街 可以个人在家 有时候经常是个人在家吧 爸你看现在也是很少回来 我也是很少回来 那你看 他突然一下子 他 他有个房子 你看他 他在装修啊 搞搞卫生啊 即使我们没怎么回来 他总是有一个那种过程 有个寄托 你觉得呢 你不要有心理负担 如果你有心理负担 如果你有心理负担 的话那 当晚我找到中间怎么办呢 是不是 也不这样子吧 嗯 我说一个方案 你还行不行 什么方案 他们不是房子 还没有装修吗 对吧 房子 嗯 我们 我们俩来装修吧 我们俩出装修先 我们俩出 哎呀 我们俩就省事简用一点 你怎么 怎么什么都让老人 跟我们操这些 操办这些 怎么行呢 哦 这样 我不然我心里过不去啊 我过不去的 那我们这边好像 嫁女儿这些 都有吧 我觉得吧 我不知道 哪有 都有吧 就是看每个家庭 每个父母 对不对 这个我是 应该是这样子理解 我觉得 每个城市都是一样 没有什么父母公署 只如说 爸妈呢 我应该对你的爱 这个 我想 这边有个房子啊 我回来在这边的时候啊 不跟他们再接住 我也 我也知道他们的心意 我不影响我们两个二人世界 对啊 我知道他们的心意 我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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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妈是什么想法 老爸 他觉得我们本来是一历恋 然后呢 你看我们平时上班 然后回去了之后呢 回到这里来之后呢 或者是回去遗传什么的呢 他觉得我们两个应该多有一点单独时间 但是呢 这不影响我们在一起的时间 你看 所以你看 他都说 吃饭什么的就过来 就是又近 你觉得呢 你不要有什么心理负担嘛 那你如果这样的话 那等下我父母会很难过的 他昨天都说啦 他不会增加我们的负担嘛 对不对 他也不想增添我们的负担 你忘记我爸昨天跟你说的吗 爸觉得晚上多开心 是不是 那就跟爸妈商量一下 装修钱我们俩出来 是吗 装修很贵的 我们装简单一点吧 我们平时又没人在这边 是不是 如果经常在这边住了也不一样 装那么好干什么呢 是不是 我们俩省一点嘛 总归你就不要像以前 这也买呀那也买呀是不是 那好吧 那听你的吧 那这个问题 你跟爸妈说 我不好说啊 我怎么好意思说 你说咯 他不是你说是我的意思啊 你就要他跟他说嘛 对吧 他们也他们也不会 也不会是那个 希望我们两个过得好 对不对 也不希望我有这个心理负担 那那既然他们不希望 他们肯定就会答应 是不是 那好吧 那我 这样吧 你们是不是明天去看床 吃材料 对啊 妈说明天去嘛 你也尊重我们的意见啊 所以说 今天晚上吧 你们说一下 嗯 好不好 嗯 你说 我都不好意思说 嗯 好不好 嗯 然后他们肯定会被叫我的 咯 那我们今晚 约爸妈出去吃饭了 不知道他 等下 有没有人约他 你看爸回来听听 天哪 他有没有工作啊 因为人 社会上呢 同事还多 是不是 这位朋友还多 这样也有什么呢 对啊 你 你不能 因为我们这个儿女的事情 他一天舍得我 是不是 是我们的 太大分的事情了 是不是 那好吧 那今晚我们去吃饭 然后我在饭桌上我说 你跟妈 打电话 我现在跟妈打电话 那搞事情就是说 干就干了 跟她说一下 现在 是啊 跟她说 跟爸说一下 你跟爸姐打电话 咱们 晚上 一起在外面吃饭 有事跟他们说 这么熟悉 你还不放心 我 我微信听他说就行吗 那你微信说也可以啊 小八 嗯 你也不要有什么想法 没有啊 你看 其实我也知道 老爸老妈 对我们肯定是不私的爱 是不是 老父母都是这样子吧 是不是 嗯 但是我们也要 后个角度来 考虑一下父母 不能给他们添加负担 这负担太大了的话 他们也不容易啊 是不是 我们就 辛苦一点了 省事件 又一点 也没关系 是不是 年轻人嘛 是不是啊 好吧 好吧 相信我了 相信 宝贝 爱是甜甜圈 浪漫又新鲜 有你的陪伴 我就不会 孤单 情话多说一遍 快乐就多一点 就能不能恢复 你 看就能不能恢复 一下子 就能恢复